大家好,欢迎来到幽剧社,咱们来看《诗记末之诗》第六个故事,爱上天才的少女。 这天,又香带来两个男生,他向爸爸做了介绍,一个叫新,一个叫彻,但是此时的教授在泡澡,阿更和美亚在帮着烧柴火。 这两个男生都是又香在学钢琴的地方遇到的,他们都喜欢又香,想和又香交往,因为两个男人都很优秀,都很受女生喜欢, 所以又香希望爸爸来帮自己做决定,到底要和谁交往? 教授看出女儿是认真的,问两个男生的长处是什么,两人异口同声的回答,钢琴。 又香补充,他们在钢琴方面都很有才华,都入选了最近的全国大赛,教授决定了,在钢琴比赛中获胜的人就可以得到又香,阿更觉得有点不妥, 但是又香觉得很刺激,就像决斗一样,而两个男生的态度似乎也接受了这个挑战。 等孩子们走后,阿更还是觉得这样决定又香的男朋友也太草率了, 但是教授觉得这很合理,谁拥有更优秀的基因,就把女儿给谁, 还举例说明这是雌性找配偶的定律,教授觉得生物存在的最大前提是繁衍后代, 所以雌性生物都已能和具有优良基因的雄性结合,作为它们的生存策略。 在这种情况下,最吸引雌性的莫过于才能, 不过女性若是在年轻时无法找到有才能的男性,选择择偶条件自然会降低, 也就是说,先找到有足够财力抚养子女的人,像医生或是律师错过的话, 等级就会往下降。 一番理论让阿更想到自己,教授的意思不就是说, 因为自己不够优秀所以才无法结婚的吗? 教授为了让阿更少些旧事重提,给了他一点希望, 少部分充满母爱的人或许会被阿更吸引, 毕竟阿更一无所长。 孩子们回家前在路口告别, 两个男生都向佑香表达了毕生的决心, 佑香也开心地和他们挥手再见。 阿更在棒球场摆台,因为生意不好, 摸鱼的时候正好看到了新,便上前搭话, 阿更了解到新非常喜欢棒球, 但是因为有个做钢琴家的爸爸, 新的妈妈便像儿子和丈夫一样做个钢琴家。 新的妈妈叫清美,她非常爱自己的丈夫, 所以当丈夫因为癌症去世的时候, 新的妈妈伤心地像失去灵魂一样。 阿更理解了, 所以新为了让妈妈振作起来, 没有放弃钢琴。 说话时, 阿更被飞来的棒球砸中了头, 阿更便鼓励新偶尔放松一下, 邀请新一起打棒球。 教授在路边买饮料的时候, 旁边的商店正好在他面前抓了一个小偷, 这时教授才看清楚, 这个小偷是彻, 没想到彻喊教授叫爸爸, 店家看到小偷的家长在, 也就觉得事情好办了。 到了晚上, 封完后的新带着阿更和美亚回家, 新的家是栋大别墅, 毕竟爸爸是钢琴家嘛, 阿更还在人家里蹭了个澡, 新的妈妈很是热情, 说这是新第一次带朋友回家, 谈话间, 二楼的新已经弹起了钢琴。 清美觉得有琴声, 就好像丈夫还在世一样, 阿更欲言又止。 新告诉美亚, 这次比赛自己打算选肖邦的抒情曲《第一乐章》, 就是不知道彻会选择哪一首曲子, 美亚似动非动地听着。 而此时, 另一边的彻正向教授解释着自己行动的原因, 彻不算穷, 只是有些不满店家对穷人弹钢琴的那种狂妄自大的态度, 为了更诚挚地表达自己的歉意, 彻请教授到自己家里做客。 彻的家是一个小酒吧, 彻的妈妈是酒吧的老板, 彻给妈妈介绍教授, 说是女朋友的爸爸, 妈妈对彻的婉归有点怨言, 毕竟客人都等不及了, 于是彻马上去弹客人点的曲子。 彻的妈妈请教授坐下, 教授夸着他, 一点都看不出有个高中生儿子, 彻的妈妈被逗笑了, 两个人的言语间也暧昧起来, 临近半夜, 教授喝完酒在街上晃晃悠悠的唱歌, 正好遇到阿更, 车上的两个人讲述了在男生家的见吻, 两个男生都很努力, 阿更和教授都夸了男生的妈妈, 还开始了押宝, 总之就是阿更希望新赢, 教授希望彻赢, 教授让美亚评评理, 问美亚觉得谁会赢, 美亚却说李美, 原来他看到了车外的李美老师, 这时阿更他们也看到了在路边, 修理抱胎的李美老师和他的未婚夫, 教授很惊讶, 阿更居然没有停下来帮忙, 阿更回答, 因为自己受不了修好车后, 那两个人或许会直接去酒店的事实, 又过了一天, 美亚偷偷闯进酒吧, 偷走了车的谱子, 阿更在海边摆摊, 又遇到了那群小孩, 姐姐还是没钱, 见阿更不愿意白给, 他们就闻着栗子的香味开始吃白饭, 阿更看不下去, 又送给他们一些例子, 这时李美老师也来到这里, 说自己也应该偶尔来捧捧场, 阿更的发言让李美老师知道, 汽车爆胎的时候, 阿更也在场, 而且吃了不小的醋, 李美老师问阿更, 是不是就会这样放弃, 见阿更说不出什么来, 李美老师解释, 自己并不是谁的附庸, 也许因为自己是老师, 所以喜欢努力的学生, 就算不及格的学生也一样, 阿更觉得越来越难以理解了, 李美老师却微笑着说, 这是布置给阿更的作业, 然后便骑着自行车离开了, 剩下一脸蒙的阿更和吃瓜的小孩子们, 等阿更回到基地, 发现彻来找教授, 彻也没有爸爸, 所以希望有个教授一样的爸爸, 阿更对这个想法不予置评, 彻想参观他们坐的潜水艇, 阿更欣然同意, 彻的母亲和欣的母亲, 似乎从高中起就是好朋友, 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变成了仇人, 阿更觉得, 欣的妈妈, 应该也不是那种爱炫耀钱财的人, 彻也不清楚矛盾的起因, 彻和欣小时候很要好, 但是受大人的影响, 现在连碰面都很讨厌, 彻发现了阿更是站在欣那边的, 但是他不介意, 彻非常自信, 全国大赛的冠军一定是自己, 欣也肯定明白的, 与此同时, 欣的妈妈告诉欣, 欣的爸爸也是在欣这个年纪, 夺得了全国大赛的冠军, 所以希望欣一定要赢, 等欣的妈妈走后, 欣收到了美亚的小礼物, 车的选曲是肖邦的《歸邪曲第二乐章》, 晚上, 在车的酒吧, 教授也知道了, 两个男生的母亲曾经是最好的朋友, 教授问车的母亲, 为什么他们现在成了仇人, 车妈却说, 自己没有那么想, 新爸自己也认识, 而当时自己也喜欢他, 不过三个人不是三角链的关系, 车妈和新爸依旧是好朋友, 新爸也曾为了两人关系, 不合做出过努力, 那就是让孩子们去学钢琴, 新爸知道其实妻子很寂寞, 所以还特意请求车的妈妈和妻子做朋友, 现在想来, 也许当时新爸就已经知道自己患了癌症, 然而青美却不知道丈夫的付出, 也没有那么爱丈夫, 丈夫死后一滴眼泪都没流, 教授说出了自己的疑虑, 他觉得车非常有才华, 或许, 车的妈妈否定了教授的猜想, 然后便去招呼醉酒的客人, 教授看着练习钢琴的车若有所思, 正当阿更在杂志上找工作的时候, 遇到了来公园遛狗的青美, 知道车给阿更讲了和车妈的故事, 大概心也这么认为, 青美便沉思片刻开始补充, 她和车妈确实是到高中为止的好朋友, 车妈像是活泼开朗的姐姐, 而青美则是像爱哭的妹妹, 两个人形影不离, 做什么都在一起, 知道两个人爱上了同一个男人, 也就是新的爸爸, 新爸是高他们一届的音乐社学长, 因为青美知道车妈的心意, 所以在和丈夫交往的时候, 总是躲着车妈, 青美觉得车妈没有原谅自己, 而等青美结婚之后, 自己的丈夫和车妈, 还是和从前一样经常见面, 而这些是车妈当了母亲之后, 自己才知道的, 青美觉得车是丈夫的儿子, 但是丈夫怕使人说闲话, 直到最后都没有承认, 青美觉得最信任的朋友和最爱的丈夫都辜负了自己, 所以直到丈夫去世, 自己都没有对丈夫说过爱她, 阿更和美亚又到新家做客, 新孩拿出糕点招待他们, 然后就被阿更提醒练琴去了, 酒吧这边彻夜在练琴, 青美突然出现, 打碎了客人的酒瓶, 嘴里还念念有词, 希望车能让自己割一点车的手指, 争执之间, 车妈和教授也发现了情况不对, 醉酒的客人上前帮忙, 车妈抓住时机, 让车赶紧上二楼, 青美不懂路人为什么要妨碍自己, 客人却让青美好好看看自己的脸, 青美认出了这个男人, 叫了一句哥哥就昏了过去, 教授将青美送回了家, 告诉了新他妈妈伤人的事, 好在车并没有受伤, 回去的路上, 教授告诉阿更, 那位醉酒的客人是新爸的哥哥, 新的妈妈和车的妈妈, 一个嫁给了钢琴天才, 一个嫁给了天才的哥哥, 车便是哥哥的孩子, 哥哥也会弹钢琴, 但是没有天才弟弟那么优秀, 所以有些挫败, 平时都在世界各处流浪, 是青美误会了丈夫和闺蜜, 教授又开始了自己的DNA组合理论, 就品种而言, 越长寿的人通常越平凡, 也就是说像阿更这种平凡的普通人才长寿, 至于像教授这种天才, 心思就比较复杂, 经常会为了自我存在的问题苦思良久, 天才是很痛苦的, 所以至少会希望下一代的生活无忧无虑, 这么一来会选择哪种女人作为配偶呢, 当然是个性不复杂, 而且心思单纯的女人, 就像新的母亲, 就是为了让下一代变得平凡, 也就是天才的下一代, 不见得会是天才的论调, 教授肯定了阿更的想法, 世袭文化的品质会越来越差, 也正是这个原因, 就像大企业家的子女大多是个平凡人, 伟大艺术家的子女也大多是普通人, 所以彻不可能是辛巴的儿子, 只有教授一开始便怀疑不对了, 阿更敷衍地称赞教授了不起, 教授在接再厉, 想找美亚夸自己的时候, 却没有找到人。 美亚在心这里, 心此时正在自言自语, 心深知自己没有彻的能力, 但是心又不想让妈妈失望, 所以就算是死, 自己也无憾。 清美醒了过来, 看到彻妈和阿更, 清美这才知道, 是自己误会了, 清美妈承认了, 自己当时没有把彻妈的信给辛巴, 彻妈明白清美的痛苦, 直接告诉了清美后续, 说自己因为没有得到回音, 所以直接去找辛巴了。 清美一脸懵, 彻妈调侃清美, 明明是自己的好朋友, 居然不知道自己的性格, 辛巴的回复是自己有喜欢的人了, 是非常非常喜欢的人, 所以之后就和那个人结婚了, 后来彻妈认识了哥哥, 哥哥此时正因为弟弟的才能自暴自弃, 但是哥哥也经常安慰彻妈, 所以两个人就在一起了, 彻妈和辛巴没有任何关系, 不止如此, 彻妈觉得清美的丈夫非常爱她, 但是清美的脸上总是流露出寂寞的表情, 不接受辛巴, 所以彻妈不肯原谅清美, 现在彻妈总算是明白了, 自己的好朋友因为没有送信而封闭了自己的爱, 这一切的不幸居然只是因为一封信, 两个曾经的好朋友和好了, 阿更也感动了, 提醒他们该出发了, 两个孩子的比赛快开始了, 在比赛之前, 又香来给两个人打气, 同时和他们商量一件事, 又香希望取消获胜者和自己谈恋爱的约定, 撤问又香是不是有了喜欢的人, 心告诉又香, 如果告诉他们喜欢的是谁, 就可以不作数。 比赛开始了, 又香到了位置上, 告诉阿更比赛结果不重要了, 还很开心地抱着阿更, 觉得这简直像约会一样, 好浪漫, 结果又香失望地发现, 教授也来了。 撤先开始比赛, 撤妈回头看到了自己的丈夫, 丈夫一脸严肃地看着儿子的表演, 然后又打算离开, 教授在出口等着他, 问他是否又准备消失, 明明自己的儿子是像弟弟一样的天才, 哥哥只是回答, 自己活在痛苦的地狱中, 自己花了二十年的时间来忘掉钢琴, 等自己想到快乐的事实, 一定会回到妻子身边的。 这时撤追出了, 询问男人是否是自己的亲生父亲, 但他没有说话, 静止走了。 教授拦住了撤, 因为新的演奏快开始了。 但随着新的钢琴声响起, 此时的撤才发现, 他弹的根本不是肖邦, 而是贝多芬的Apachinata热情。 可惜不可能会弹这首曲子, 因为他的手指太短了。 但此时响起的琴声就像贝多芬在弹一样。 掌声此时也响彻全场, 心站起身, 脸上却没有一丝血色, 众人此时也发现了不对劲。 原来, 心为了打败撤, 竟然将自己的双手硬生生剪开, 撤才是跟心爸一样的钢琴天才, 心永远都不可能赢他。 与其说是, 心和撤的钢琴对决, 不如说是清美因误解而痛苦的逼儿子走上绝路。 清美一直都不知道, 死去的丈夫深爱着自己, 大概只有在对方去世之后, 爱才会成为令人怀念的回忆吧。 因为彼此已经不再猜忌, 恋和爱是不同的, 有时恋情转变为爱是困难的, 恋是喜乐的快乐的, 就算结束也可以夹在相簿中, 偶尔回忆起来可以打开来看, 而真爱却不同, 真爱的悲苦忧伤会铭刻于心, 难以磨灭的伤痕也会留在彼此心灵深处, 因为彼此还要活下去, 人到底是孤独的动物, 总是常常一方面伤害对方, 又一方面拿着绷带接近对方, 尽做些自虐的行为, 将瞬间的牵绊转化为永恒的安定, 也许这就是爱吧。 好了, 本期到这里就结束了, 喜欢的点赞, 转发, 支持一下吧, 咱们下一期不见不散。